我这个性格的话呢 比较外向 可能不是很适合 一直做办公室 做一些重复性的工作 希望能够进入一个项目 参与整个的运营和执行 一代健宽中不悔 卫衣消得人憔悴 这个我觉得是 对生活工作的一个态度吧 陶孝莹25岁浙江人 本科咸阳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大家好 我叫陶孝莹 来自浙江杭州 2012年毕业于 咸阳师范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专业 毕业以后 有两年教育行业的从业经历 我于2014年离职以后 有过一段短暂的 海外的留学和工作的经历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希望寻求一份助理类 或者活动执行类 相关的工作岗位 非常感谢大家 我是好 我是好 说你的推荐理由 校营是一个 内心主义非常正的一个姑娘 本来有正式的教师编制 后来觉得这个体制 觉得自己不那么适合 不干了 然后呢 想去澳洲去留学 然后呢发现 好像得不到移民 就退学了 然后呢 后来去国外工作 然后觉得这个 校长的教育理念 和自己不服 不干了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 主义很正 很坚决的一个女孩 如果把这种 之前的这种 负向的坚决和决决 用到正向的坚持上 可能是一个女汉子 推荐 什么专业啊 读的是幼儿教育 幼儿教育 就是当时觉得 因为就是急于想逃离 那个体制的一个环境吧 然后选择出国那条路 因为父母就是 是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 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接受 别人的眼光 就是自己女儿 有编制的工作 你却辞职 你编制工作是什么 就是教育局 区教育局 区教育局 滨江区 滨江区教育局 你干嘛不干了呢 那不挺好吗 就是因为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首先吧 我不适合抓成绩 就比如说让学生 反复抄很多遍的那些句子 我自己都不知道 为啥要让学生 抄这么多遍 然后我可能个人就是 我也没办法 我也做不到 就是因为这个 不认同教育体制吗 我觉得不是吧 因为你是白杨做的 有别的原因吗 对 对 他这个像写着写着呢 你不认同 你了解你自己吗 你知道你自己 白杨做的特质吗 我知道 所以其实你是性格所致 不安分 对 你看 就点心白杨做 你不错啊 你一天狗做的 你特别了解白杨做 关键是陈昊 什么做的 你有都教过 那你走 你父母 肯定你找这份工作 跟父母业有多少 有点关系吧 对 当时其实在复习考研 然后就是我爹飞 让我回去考别人 那你走 你跟你父母商量 你父母允许你离开 这个事业单位吗 对 因为他们唯一能够接受的条件 就是我出国 出国 因为这样他们说的出口 出 说的出口 要不然他说不出口 差不多那个意思 然后父母就觉得 你离开编制 他说起来是女儿是出国 深造了 还是面子 看重面子 去澳洲呢 也是全家人最后商量 然后就是 我父亲觉得就是澳洲 读完以后有移民的 这个这条路可以走 但是呢 因为又叫这个专业的话 靠这个读书 这个专业移民 难度比较高 你读书是为了移民啊 搞了半天你读书 你开始是那么有想法的 一个女生 因为不认同传统的教育方式 毅然地选择了退出 对 后来又没守成规的 这选择了为了父母维护面子 去了出国 出国读了个专业 是为了让父母移民 那话不是这样讲的 那你线索给我们呈现出来的 就是这样啊 对 因为是觉得 也是去学习一些 国外的一些比较 可能不一样的一个 这会又往回找 刚才说是为了移民 不是 孝莲 我就觉得刚才你很真实 特别好 而且希望移民也不是坏事啊 对啊 你怕移民不是坏事 他读个专业就是为了移民 这就有点事 这也不是坏事 这也是坏事 当年我选专业 我到恰恰认为啊 如果你是为了移民 而选择这个专业 我会对你很赞 你很有结果导向啊 你知道哪个专业将来考移民 当时确实是为了这个 都选的是移民专业 因为你求职的活动之行 所有都是以目标导向 为来判断这个人 是否就有这个素质的 现在有机会 你还想再移民吗 当时离开澳洲的时候 是觉得可以先回来 积累这个工作经验 但是现在的话 因为我中间又去了迪拜 又回来 然后现在暂时也没有什么 后来又怎么去迪拜了呢 就是因为当时 一月份的时候 对于自己一个选择 也很怀疑嘛 然后很迷茫 然后正好就是看到 这里有一工作机会 然后正好面试也过了 过年前就去了迪拜 干得怎么样 迪拜 不太好 怎么不太好 怎么就回来了吗 其实一开始我还认为 你目标导向很强 你出国是为了移民 这没有什么错 然后你选择一个 利于移民的行业 找教行业 然后但是呢 你莫名其妙地去了迪拜 然后呢 你并没有 真正为这个行业 付出你的专业能力 如果你把这个工作 当成你唯一的途径的话 你一定会想尽办法 做到极致的 他一直在妥协 一直在随波逐流 你目标导向其实不清晰 其实 他一直这么流浪的 主要原因 都是为了面子 全部都是为了面子 进事业单位 有面子 出来了 不找个有好的地方去 没面子 结果就出去了 出去了吧 回来 没面子 干脆再出去 出去现在还是回来了 关键这面子 不是自己的面子 因为我个人是不在乎这个 但我还是要考虑到父母 觉得把我这个辞职的这个事情 说的有点极端了 出国本来就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那也不完全是为了面子 我只是说 这是他们的一个考虑 但是 可能大家就认为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家人的面子 说到这儿啊 结合一件事来说 大家就可以理解它 就有的时候容易走极致 对 情绪十分不稳定 对 接下来就说一件这样的事 对 是吧 啥事啊 他在恋爱期间的叛逆 为了要爱情 在父母面前要跳楼 没有那么夸张 是有这个事吗 我这上面是想写的 你自己说一下 对 刚才我就想问你 你交的男朋友 如果说你爸爸妈妈不想要 然后他觉得没面子 你会放弃吗 就是因为这个事跳楼吗 我好羡慕你男朋友 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当时年纪小嘛 那会儿才大四 然后因为 大四是多大 因为就是我去陕西读书的时候 我娘就千叮宁万嘱咐说 不对啊 在杭州从来不会说我娘 说我妈 她一说我去陕西读书 我娘 我娘 就马上就变了 你很有语言天赋嘛 确实就是 对 然后就 跟我强调了很多次 不要在陕西找男朋友 但是最后我还是找了 然后 就是你妈不让你找陕西的男朋友 那为什么不让你找陕西的男朋友 是因为没面子吗 条件不好 陕西怎么就条件不好 谁说的 我就是陕西出生的 对 我也很喜欢陕西 面色超白的 我也是 我也是 永远没吃饱 那个孝阳 这个我得批评你妈一下啊 你妈有地域歧视不好 我可以把你的父母要求你不要找陕西的男朋友 也归咎为要面子吗 嗯 这样说话说可能很难听 你觉得是吗 可能吧 全球也有要面子吧 他对 当然如果北京上海 他们肯定就不会反对 那行 好 来来来 然后继续 你告诉他以后他怎么了 然后就是每次寒暑假回家就会谈这个问题 然后就有一次 父母又进来跟我聊这个事情 问我有没有分手啊什么的 逼你分手 就是一直在那里很大声地就是说我 然后我就把窗门一开 我说你不要再逼我了 你再逼我跳下去 但是我没有那个动作 我只站在窗边 你是吓他的 我就是吓吓他 几头几层 三层 三层 然后我妈就默默地走开了 然后我爸 你看妈妈还是爱你的 所以任何强势的父母 在女儿 你自己子女的生命面前 她还是不会开玩笑 但是我爸妈后来就跟我说 因为我大学之后还有一个男朋友 我 然后老吵嘛 又跳了一次 就是你又跳了一次 不是 我想问一下 你为他跳楼的那个男朋友 没跳 你不知道 没有在一起吗后来 没有在一起 所以你想想看 当初你那么为之 刚烈 奋不顾身的一段爱情 在父母退去的时候 你们之间的主要矛盾 上升为主要矛盾 不听老人 其实我后面父母都妥协了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这老话没错 所以说其实综合以上 这所有的爱情和工作一点 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性格的人 你说他不倔强 他有倔强 有想法 你说他有想法 他有的时而为了父母的面子而妥协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谁可以总结一下 他其实我觉得他蛮传统的 思想中蛮传统的 一个根深蒂固的东西 始终游离在要突破这个传统 和这个纠结之间 就是从小被爸妈管太严 乖乖女听话了 然后呢自己又只有主意 有狗劲儿没发出来 突然有一天自由了 哎呀 发现好像 哎呀你是他的原来男朋友啊 把问题稍微留一下 留到第二环节 但是有关于面子的这个问题 中国人都喜欢要面子 但有的时候喜欢死要面子 活受罪 明明兜里没钱 非要借钱去请人吃饭 是一样的 有的时候要面子 可以成为一种上进的方式 但是面子在子女 和自己的幸福面前 不止一体 希望所有的父母 以子女的幸福和成长 为第一要素 面子是次要的 来第一选择 去货流 你看他们都是要面子 他们都没面子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财 天生我有财是有一个PPT 还有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就是一些 我去年申请一个实习岗的时候 来表现自己的 这个我大概花了20个小时 去制作的 来 请播放 桃子是一个聪明努力的女孩 她能向着自己的目标 努力的前进 可是她又是一个 很二很二的女孩 全面发展 五号七名 四优四名 桃子姐是一个 既严谨又好玩的人 很有能力 所以呢 做事的时候 特别特别认真 然后根据有亲和力 不是 你是叫我们看你的剪辑技巧吗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她不是 不是技巧 我们看完了以后 我觉得他们说的全是假话呀 不是 很专注的 他们说什么 我真忽略了 我说她的剪辑真的很差 第一 声音完全没处理好 拍摄也很奇怪 第二 很奇怪人说完 话都没说完给你剪掉了 第三 镜头感也不好 第四 那个飞色是那样飞的 对 而且 就是第五我觉得那个音乐配的也真的实在是太不协调 原始的视频 直接切下若干段放在一块 请问怎么用了二十个小时 看着眼色被累 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正常人 花二十个小时去剪几个人对自己欧歌的这个视频 也不是欧歌 我觉得你会呕吐的吧 她问题是现在拿出来的意思是 她现在觉得这个剪得还不错 现在给大家看 没事 还有评 没事 陶笑颖 我们说这些纯粹是客观的评价 没有嘲笑你的意思 明白 明白 没关系 下次应聘的话 还是拿最拿手的拿出来就可以了 但是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就是你理解 这件事真的很没面子 我就觉得可能是像涂雷老师说的那样吧 就是我把自己不是很长处的东西给展现出来了 这个我就觉得我就是把我做的东西展现出来了 至于结果我其实没有想过 没关系 再学 没关系 来看GPT 好吧 我倒认为这篇剪得真不错 对吧 然后她体现了她的乐观的精神 GPT是这样的 人家都不愿意跟你说 这是一个模拟一个晚会舞台的一个效果 先简单说一下 中间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就是总导演 两个执行导演 舞台总监和舞美监督 下一页 谢谢 然后这是我进行的一个角色 像总导演 因为马总本身也是对美学行业很有了解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导演的话肯定也会有一些火花 然后两位执行导演就是需要非常有独立思考 和解决临场应变的这个能力 不是 你有没有想过 那个马总万一领导不了 段总和张总怎么办 那不太可能 其实你会发现她写的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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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是问她的 你这整个不是问她的 她会的 这个问题是问她的 消息你回答一下 你入戏太快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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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怎么分工 你具体这样 我们俩怎么分工 马瑞 这俩老头不好领导 我不是讲这个 我们把名字忽略 他看到总导演他写的是发现问题 斯文敏捷和角度独特 你看执行导演是解决问题 我觉得他从这个角度去 不要在乎名字 对 你入戏太深了 他只是往那放个你的名字而已 那其实不是你 那为什么上面的三位老板都有性格特点 然后他们的这个特长 然后下面的尹总和陈总 怎么就忽略了 对 我自己试一下 因为尹总我觉得是女性嘛 就是把评价写在上面不是很好 然后尹总就是 你前面的评价都是表扬的 难道你打算批评我吗 没有 没有 是表扬的 然后尹总表扬我两句呢 就是舞台总监呢 他是要在舞台旁边是不能动的 所以我觉得用一位女老板呢 是坐在那里 就是也是不用像执行导演一样 跑来跑去嘛 下面还有一张就是现场的一些 哦 还有具体的分工啊 妈呀 这给我分了一群头的活儿啊 总表演啊 我们五个人还算上了第一个目录 还不错 不是 郝总负责现场广播 啊 哈哈哈哈 我们所有的人全是协调 你会发现吗 没有一个人干活 全是在负责协调 因为厂商只有这么点老板 干活的有很 还有还有执行面 那些执行的到没有写进去 你们的活儿都是我们俩来干的 因为主要是安排一些比较重要的 你一个人就比较重要的 你们的老板 我看完了就发现 你在国企待的时间太久了 然后国企那边的领导一大堆 干活的就俩人 不是这样的 太到位了 太到位了 哈哈哈哈 这是很显然了 你这很明显的 看人就不懂这个东西 没做过 你怎么老拿些自己不拿手的东西拿出来 对吧 PPT 是不是 你之前组织过这样的活动吗 线下真实的情况 呃 就是在校园的文艺晚会 然后 然后我这个图是呃 因为我呃 我哥哥他是做这个演出的 然后跟他有交流过 然后做了一些改进 然后改动 然后最后变成这样 你哥哥 这也不怪你 这也不怪你 不是 你哥是在哪个地方干 杭州的一家演艺工作 从此他要失业了 哈哈哈哈 可能是我表达的不好吧 你可能引用 引用坏了 我不不 我一定要说一下 大家都在说这不对 我觉得能把一个没干过的事 有想象力地展示出来 对错 谁能真正说自己是绝对成为的 你也太护着人了吧 不 我这不是护着他 他对这种之间的一个职责分工 至少得有一个基本概念吧 如果今天他来想 就如果这事是一个初中小孩 他只是不了解来面试的策略 因为你可能很少找工作 如果今天你讲小学的教学方式 可能能唬住一批人 对吧 但是你选择了一些 如果是一个硬介生做成这样 都会被大家批评 何况一个已经有过五六年工作经验的人 但是他刚才是针对这个舞台 是这个舞台分工 毕竟没有人这么展示过 我觉得呀 陈昊有这样的反应实属正常 当一个人不懂得夸自己 却总是在不经意之间 黑自己和自嘲的时候 总是能引起同情的 我是为了引起同情 那女孩整个就是一个混乱 优点乐观 但是也是缺点 就是太明星了 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 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结果是什么 或者目标是什么 来 第二轮选择去货磊 还有八盏灯 你开创了非女莫术求职的新方式 就是上来把自己吹得半死都会死得很快 然后上来自嘲的一定有蛮多人会留灯 这孩子太真实了 你看他孩子这么不会说话 他肯定特别的坦诚 我觉得也是这样的 好可爱的 来 来 来 梅向荣 我给你提供的职位 是我们迎客利索的活动执行 工作地点可以在北京 也可以在杭州 都可以的 他肯定会挑北京的 你放心吧 来 张阳 岗位就是做活动执行 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在全国各地 有很多这种招商会和录演会 地点在北京 谢谢 给你的是我们加盟连锁事业部的 活动专员的这么一个角色 来 下一位 因为我们是做电子产品的 然后你先轮杆熟悉一下 然后做我们未来新产品的 无频超级电视的这样子的一个 产品经理的助理 地点是成都 你考虑一下 成都 对 成都的话 空气比北京要好一些 那不如去陕西呢 是啊 对吧 他父母还不让他找男朋友 来 尹芳 小陶同学 咖啡机给你留的岗位是营运助理 打算把你放到 面向大学生和白领市场的 熊样和枝子花开项目事业部 地点 北京 好 马瑞 给你的岗位两个 一个是市场拓展 一个是活动执行 工作地点在北京 谢谢 谢谢 叶斯隆 我给你的这个岗位呢 是运营总监的助理 工作地点呢在北京 我们是提供宿舍的 提供住房 许兆 我认为你做文案应该也是不错的 对 文案也还行 就是在文案宣传上面 给你提供这样的职位 助理的职位开始 考虑一下八盏灯 也掉六盏 留下两盏 去吧 好歉 谢谢 好歉 呃 陈总 不好意思 谢谢 抱歉 谢谢 三昧两盏 谢谢 三昧一盏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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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马瑞 尹峰 谈情 不上感情 在屏幕上写下你们的薪酬 来 请揭晓 五千家 五千家 来 有问题问到两位老总 就是两位老板的一个公司的地址 在北京的哪里 就是因为设置掉我要搬家的问题 好 那你这个下去问就 谁进你就搬谁是吧 你好奇怪哦 那也是 就是 不是可以问问题吗 那就 你也问得太细了 你干脆再问他们有几个孩子呀 我们的工作地点在三里屯搜后 我们的工作地点是在一个艺术园区 都是很多的明星技艺公司和娱乐公司 还有唱片公司 春春就是我们的对面 对 好啦 跟他们在一起住也赚不到一分钱 是吧 我帮你再具体问一下好吗 没有问题 要不要 没有啦 我不想问你在住几楼吗 不问一下 这都有电机 都有电机啊 你也知道嫌麻烦 我们是独栋别墅 好了 没有问题了啊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咖啡之意 得上文化或者是 谢谢再现 请问你的选择是 你的选择是 得上文化 你真的是因为明星们而选择的吗 当然不是 不是 因为就是比较崇拜马总 其实 是吗 但是觉得尹总也非常理解我 我知道为什么 他是总导演 我们是执行导演 你选择 你选择马瑞 不会是因为跟你父母一样 要面子吧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啊 那就好 好 再见 谢谢 其实怎么讲呢 就是他们大家说的一些质疑 我都已经听到过很多遍了 就是对于我比较漂泊的一个状态 反正最后我觉得 能给我留灯的企业的老板 都是挺理解我的吧 就觉得听到大家的建议 还是挺不错的